前段时间绝地求生的一个大的更新版本里面加入了莫西纳干这把枪 是一把跟98k在当年那个年代做竞争的一个双局 然后呢我就特别的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有机会给你们秀一下我收藏的这把莫西纳干 这把枪是1938年的 型号是里写的是M9136还是38有点看不清楚了 这把枪是我十几年前吧 一个偶然的机会收到的 这个故事呢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讲 简单的跟你们说一下这把枪 这把枪是木头枪身的 这个木头你其实如果看一些实物的话 你可以感觉到这个木头是应该是非常好的木头 具体是什么木料的我不太清楚 这支枪的整体长测非常的好 我觉得当年应该是没有怎么用过的 因为拿回来之后呢还带了两个 里面的那小包就是卡在腰上装子弹什么的 然后这个里面还带一个当年的 喝水的小水壶 还是喝酒的 毛子可能比较喜欢喝酒 然后左边是一套小工具 这套里边有一些弄枪的 可能保养用的小工具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具体干嘛 我就是第一次打开这个小包 其实以前都没有打开过 拿回来十几年了 你们可能要问我开没开过这把枪 其实我真的没有开过这把枪 我这把枪拿回来十几年 就没有开过一枪 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这个枪栓这个地方 你们仔细看的话 这个枪栓这个地方感觉 就是像是人手修过的 就比如说以前这个地方断了 它焊上 然后再错掉的那个痕迹 结果呢 我最近才看别人的视频 我才发现 这把枪应该当年是没有精加工的 所以所有的枪都是这种处理出来的 我看别人的枪也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应该不是修过的 应该到就是出场的时候 就全部是人受工去打的这块地方 所以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的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真的没有子弹去打它 因为我这把枪栓写得很清楚 是7.6254R 然后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卖个子弹的 但是我拿回来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的 我买这把枪栓是大力整合 当年留下1938年 那时候就留下来的子弹 这个子弹是逆风的 整个这个盒子非常的重 这里面是440发子弹 没有开过风 全部是原风条 是没有打开过的 上面有当时部队的号码 这块是打掉了 我估计可能是战后拿出来 不想让别人知道是从那个部队流出来的 然后下面写的7.62 后边是俄文 最后呢就是一把刺刀 这把刺刀是一个十字刺 可以看见这个 头上是尖的 是像一个刀片一样的 然后中间这块是个十字的 这把枪 唯一的问题就是 我们以前看那个 抗日电影里面 那个刺刀都是装在 下面挂着的 但这把枪其实装完了 很奇怪 它是在上面的 所以跟以前我们看电影里面那种 好像记忆不太一样 然后枪的下的部分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的 这个里面我不知道是装子弹还是拆子弹的 因为我记得装子弹的视频 从上面这个地方直接塞一发一发子弹进去 也有那种绝对五个一排直接就一拆推进去的 然后下面这块刺刀吧 因为我没有打开过这个子弹夹的盒子 我不知道它里面是一颗一个子弹 还是五颗一个五颗装好给你用的 上面这个三点一线的后面这个机苗 也是可以调高度 然后可以去效准的 这把枪说来 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一个原装的背带 其他的东西都非常的全 那该说的就说这么多 我也不是个超级军火名 我也不知道具体还有什么地方 可以给你们介绍的 那以后有机会我就开这把枪的话 再给你们录一个视频 因为现在知道枪就是这个样子 它并不是羞的 所以以前但现在炸糖之类的也应该还好 所以有机会的话 开这把枪再给你们录这个视频 这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